各位猜猜看一个孩子在生气的时候 如果后面的教育不教 他第一个最直觉的反应 会是下面这六个当中的哪一个 我公布答案 攻击 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很害怕孩子有情绪 其实我们不乐见的是什么 他做出攻击行为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们人碰到挫败 一件事情的时候会导致他的情绪 在这里叫做愤怒 最后很直接引导出来的叫攻击 可是我们教育要做 我们过去传统的训导式的教育工作叫做 告诉他不可以打人 对吗 不可以伤害自己 但是各位忘了 我们只处理行为 而没有处理前端的什么 情绪 更何况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我讲了他们现在压力大 情绪累积比以前什么 更多 而且他们的刹车系统比以前更不灵 因为以前的孩子可能对所谓的父母 或社会的规范式 比较不会想那么多的 就直接接受 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刹车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情绪就会爆炸 而我们看到很重要的一个高EQ的概念叫做 其实情绪本身是很自然发生的 人可不可以生气 是可以生气 那个生气你挡都挡不住 但是生气的时候可以打人吗 不可以 所以我们讲高EQ 其实就是一个人能够知道 我的情绪是很自然的 它没有对或错 但是我的情绪往外要变成行动的时候 它有没有恰当与否 有 所以我们希望孩子学会这样的一个态度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们的大脑在很短的时间 从我们碰到一件事情到真正产生情绪当中 还有一些事情是可以改变的 也就是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些激发状态 各位都知道 如果是有一个人突然扑到你的旁边 你第一个反应身体就变什么 紧张了 然后你的眉头可能会什么 揍起来 然后甚至你会想 他是不是要伤害我 好 所以这些事在很短的时间就在发生的 而我们EQ教育其实要做的 就是透过这三个元素做调节 让孩子对自己更有自觉 然后能够去调整它 那最后你就会看到 本来是生气的 那因为有这个中间的调节 它会变成一种能力 叫做激励的能力 那个叫做化悲愤为力量 有听过吗 我生气了 但是我把它转化成什么 激励自己的能力 那因为我是激励自己的能力 我就不是去攻击别人或自己 而是变成一种什么 奋发向上 我怎么样让下次可以这个情况可以改变 这个就是EQ的力量 那接着呢 我想在EQ教育里面 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人 我们的大脑 永远有它的什么 可塑性 所以为什么教育一定要有所作为 因为人是有能力改变的 那在这里呢 我再跟各位分享一下 目前的大脑科学的研究 最新的研究结果 告诉我们EQ教育要怎么做 好 各位有没有看到有个小孩 好 这个小孩呢 伸手拿了他的同学是什么 小火车 玩具 好 所以你就看到了 另外那个小孩呢 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的大脑 他有两条路径 一条叫做红色的 就眼睛送到我们大脑的收发室之后 直接送到这一个 现在正在火 正在烧的地方 有看到吗 这里叫做性人和 它是关我们的什么 情绪的 就是有人要来抢我的 我会愤怒 会什么 烧起来 但是各位不要忘记 我们之所以为人 是因为我们还有理性 各位我们看到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的路径 这个叫做 它是情绪管理 是一个理性的什么 道路 这叫大脑皮质 但是非常有趣是 人一出生的时候 性人和的这一条道路 已经都盖好了 高速公路都盖好 对不起 蓝色的那条道路 出生的时候 没有 是透过后天它在长 当它在生气 准备要丢玩具的时候 你怎么样对待它 它是这样长起来的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情绪冲动 是本来与生俱有的 但是呢 情绪管理是可以培育的 好 为什么 那我们就看到大脑的机制 我们刚刚讲了 刚刚那个小孩 性人和烧起来了 对不对 所以理性的道路 已经走不通了嘛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 这时候它整个大脑 叫做失火了 那失火的时候 它的理性是没有办法运作的 各位都知道 失火的时候 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救火啦 但是我们不是 我们都是先骂小孩 你为什么要失火 所以火就怎么样 越烧越旺 所以呢 其实最新的大脑科学 学到的是 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叫做 要从你的大人的感性大脑 先送救火车去救火 等到这个火已经灭的 差不多了 我们大人的理性 就可以带领孩子的理性来发展 那你也不想这样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错 下次可以如何 对吗 所以情绪管理 其实很重要就是 透过教育 以及辅导的历程 帮助孩子建立这条蓝色公路 让他能够带领我们的感性 而不是被感性什么样 加持 我们应该要帮助孩子的是建构他的大脑 如何改善变成防火的材料 同意吗 所以 EQ教育就是一种防灾教育 避免情绪成为他人生的什么 灾难 好 那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想我今天提供三个方向给各位多参考 第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叫做吸收高EQ的知识 怎么说呢 像心理学里面有一个研究就是说 我们人越累的时候 同样的事情你就越容易发脾气 今天如果你心情很轻松在家里 孩子在那边大声唱歌又跳又闹 你一定觉得孩子好可爱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很累 有好多工作要做的时候 你看到他在那边又唱又跳 你会觉得怎么样 你怎么那么吵 你怎么那么烦 所以改变的不是孩子 是我们的状态 我们当我们的身体 我们叫十点钟妈妈现象 一个妈妈六点刚从办公室回来 已经有点辛苦了 但是到十点钟的时候 你很累 肌肉会紧绷 这时候就很容易发火 了解这个现象 有助于我们彼此之间家人的沟通 我们可以告诉孩子 我们正处在什么 疲惫的状态 如果没有要紧的事情 稍后再说 孩子知道自己有这个现象 他也可以告诉爸爸妈妈 我因为好饿 所以我就心情一直怎么样不好 其实他就有机会处理的 这个叫做吸收高EQ相关的知识 除了有了知识之外 其实高EQ也是一种生活习惯 所以我们要熟练高EQ的技巧 这个是其实我们在教小孩 这是全球都非常知道的叫做 呼吸呼吸 我们运用音乐 或者爸爸妈妈带着他 慢慢地数数 让他学会吸气的时候肚子往上 呼气的时候肚子往下 平常就能够练习 当有一天你看到孩子在发火的时候 你告诉他 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 来 爸爸或妈妈陪你 我们一起来先数数呼吸 等到孩子平静了 我们再一起来看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我们已经证明 对很多孩子 甚至对大人 有很大的帮助 好 所以这个叫做技巧 除了这个之外 第三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我们都知道 其实改变的第一步就是什么 自觉啦 我是杨丽荣 幸福关键在EQ 而EQ需要后天的修炼 祝福您掌握EQ 创造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